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刚刚的介绍以及被邀请到Community Overcode这个大会做主题演讲 那其实我今天早上我认真地听完了Justin的演讲 也认真听完了本超的演讲 我突然发现这个主题演讲的这个策划人水平很高 因为我们讲的东西其实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讲同一件东西 比如说Justin今天早上讲的The Apache Way 其实就是我一会儿要讲到的 就是Apachi Way怎么在中国去做实践 比如说本超讲到的时候 他怎么样就在开源社区里边成长 然后怎么样在开源社区里边然后得到了充电 其实也是我特别想要表达的主题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策划人应该是江宁 就是我觉得特别有一个很好的能力 就是能把所有的主题演讲 他们就是内在的联系能够找出来 那今天呢就是我是第二次然后讲这样的一个主题 实际上这样的一个作业呢 其实我是在两天前我才完成的 因为其实每一次演讲我都会花很多的时间去思考 就是我这个演讲的听众他们想要听什么 那我的同样的片子 然后在这样一个语境里边 是不是有什么新的迭代 那其实我花了很多的时间 江丽已经催我很多次作业 但是我说再给我一点时间 因为我在想到说Apache Way和Community Overcode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有太多想要去分享的 因为在过去的九年当中 就是我会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怎么样从Apache的Way里边 去思考出来Apache的这些principle 在中国落地开源 以及在中国建立一个开源社区 我们领悟到了什么 我们怎么样去做实践的 好 那接下来我就首先的介绍一下我自己 刚刚主持人也讲了 我觉得就是今天也听到有很多这种point 就刚刚Justin讲了一个 就day job和light job 当时我觉得 我们在这个点上又重合了 那我的day job呢 就是在微软做一名产品经理 那我的light job呢 就是在开源社区 应该是我从2004年吧 长达19年 然后在开源社区里边工作 那我有一个特别深的一个感受 就是在公司里边的工作 我昨天应该是早上五点半起床 然后一直工作到晚上九点 就是你就会觉得你的电已经消耗完了 然后但是我今天早上 当我站在这里呢 我觉得我今天讲完了之后 以及今天一整天 我一定是充满电的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 在社区工作里边 是一个非常充实的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那我首先再 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之前在上工作 那在上工作的话呢 也很有意思 我跟Craig聊天的时候 我发现Craig曾经和我是上的同事 所以这里边又有一个点很有意思 就是你在开源社区里边 就是你有认识很多的街朋友 他们可能会在不同的时期 会为不同的公司工作 但是你们在开源社区 这个长期的平台上 这个长期的事业上 你们都会保持在一起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然后那我是之前在上工作的时候 当时Craig应该是做My Circle 然后当时我是在这个 Open Solaris这个平台上做GNUM 那后来我们整个团队呢 也是积极参与GNUM 那后来我在这个 加入了GNUM基金会 做GNUM的董事总监 以及包括后来就发起 成立GNUM Asian 这是我参与整个开源的一些经历 然后提到这个Sung这家公司 也很有意思 就是我们今天在场的 能看到以前我们Sung的同事 那Sung的同事有一点就是说 不管他们是在哪一家公司工作 他们仍然在从事 跟开源相关的工作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好 那 诶 这个 对 另外就是 那我除了在这个GNUM呢 然后其实在Mozela社区 然后当时我们也是 最早也是GNUM的核心贡献者 那今天其实我想讲的这个话题呢 就是我用中国的这个比喻来说是 开源社区的道法术器 那我觉得Apache味是一个特别 就是提炼的一个精华 其实Apache基金会从1999年成立到现在 已经是24周年 就这么庞大的一个组织 有的这么丰富的产出的一个组织 它一定是有很核心的东西 那他们提炼出来的是Apache味 那所以其实我也在思考说 在我们中国 做我们这个中国的开源社区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去思考 我们的核心的东西的 那其实我就在想说如果把社区 就是说考虑成这样的一个森林 那每一个项目也好 每一个小的这个社区也好呢 它其实就可以看成一棵一棵的树 那我们去看一棵树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去看 就是说它的根在什么地方 它的最在底层的 它所这个信奉的理念是什么 那么这个呢我们叫做道 道就是说这个purpose 那么在中间的话呢 其实我们会看到树干 那树干的话呢 就是说它有它的结构 它有它的分支 不同的树 它的树干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就是说 它有不同的流程 它有不同的principle 去定义了这一棵树 然后它应该往什么样的方向 它是一个参天大树 还是一个横向发展的一个树 那最后呢 那有了这个稳定的根基 然后有了我们这个process和principle之后呢 在这个树上结出来的果实 它其实是各种各样的 那这些果实呢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product 所以就是我们在看一个繁荣的社区的时候 我其实我经常会去思考 就它的根在什么地方 它底层的东西是什么 那所以就是有了我们这样一张图 就是说一个社区它有了道法书器 那么最核心的东西 其实就是人 其实就是有一句话叫什么 21世纪什么最贵 其实就是人最贵 你说开源社区里边什么最贵 就是人最贵 其实你想象一下 你说那个apache community里边 它能产生出价值220亿美金 我看有这样一个数字 然后以及2亿多行代码的这样的一个社区 但是它其实有很少的这个全职员工 以及它整个的这个基金会 它的这个基金的资金大概也就在百万美金级别 它用这么少的这个钱这个基金做到很多的事情 其实就是因为它的人一直在里边默默地去做贡献 那讲到了就是community里边呢 我觉得精髓就让我觉得 让我印象特别深 而且也是给我一直在思考 就是什么样是community的精髓的时候 我觉得有两句话 就是一直是我觉得是像神经一样 然后那第一句话呢就是community over code 那我们今天其实像这个大会 叫做community over code 其实大家如果记得在2015年 在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舞台 其实我们开了一个 Open Source Technology Conference 然后那个conference的主题就是community over code 今天我们在同样的地方 然后继续再讲一个经久不衰的道理 就是community over code 它其实讲的是说 社区是围绕着要解决的问题 那而开源社区它围绕的问题呢 就是开源的项目 那有了开源的项目有了code其实还不够的 那一个健康的社区一定是有一群人围绕着它 用一种定义好的协作模式 让这个社区更好的健康去发展 我觉得这是community over code的一个精髓 那么第二个是我一直特别打动我的地方 就是community is all about people 那这是我当时在GNUM基金会里边 我的一个深刻的一个感受 就是项目的成功它其实是基于人 而不仅仅是说代码你仅有代码是不够的 所以那我们有了这两条之后呢 其实我就又发出了一个思考 就是说我在看一个社区的时候 我会去问这个社区它的purpose是什么 然后那我首先我知道一个社区的时候 我可能第一件事情 我很喜欢去website上去搜索 这是我现在来说我自己也亲身接触过 然后感受特别深的四个社区 也是在中国和国际社区上比较有影响力的 那第一个呢是说Ubuntu 那其实讲到这样的就是说一个开源项目的时候 它其实背后有很多的一个故事 因为当时Ubuntu的它的这个发起者 应该是Mark Chateauwals 然后它是南非的一个富商 那它也是最早的一波 然后到这个空间站 然后飞离地球 然后到空间站 他说当时在这个太空里边 然后看着那个遥远的孤独的星球 就是看着那个蓝色的地球 他想着等它回到了地球上 然后要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 所以当时就有了一个Linux for human beings 那其实大家会看到Ubuntu 它的整个这个社区也是发展特别好的 就大家可能当时Linux大声祈祷的时候 其实它的community manager就是Jonah Bacon 其实Jonah Bacon也是就是说 现在在讲community development 然后the art of community 就非常资深的一位这个作者 以及community development的一个专家 那么第二个呢 我想提到的是说Linux基金会 那Linux基金会我们去读一下 它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和宣言 Linux基金会说 它说我们要去帮助这样的一些 开放的一些项目 然后去build world class 就是世界级别的这样的一些产品 community each companies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像一个umbreller 就是像一个就是说大的家庭 我上面Linux基金会不是仅仅只有Linux 现在发展的就是各种新型的技术 都在Linux基金会的复华下发展得越来越好 其实Linux基金会也是我们一直非常警仰 说怎么样一个开源社区能够如此有效的工作 这个其实跟它定义的这样的一个使命 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那第三个其实我们来看看Apache 我其实我仔细读了一下Apache它写的 那Apache它的那个slogan是什么呢 Software for the public good 当你去看这个Software for the public good的时候 你看到它后面它的描述 它说In the power of community over code 而且它说它定义的是说 Solens of people contributed to Apache software in this way 它其实一直在强调的是什么 是public good和contribution 其实我们在想 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说成绩的时候 我们往往在说结果 但是Apache在讲什么 它在讲我们怎么样去贡献 所以就是你就不难理解 就很多我们这边有很多Apache的一些导师 然后很多人就会问 你们做Apache的导师能拿到多少钱 他说没有钱 对 这就你现在看到Apache 它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和宣言的时候 你就完全能够理解 就它是一个讲public good 然后以及讲contribution的这样的一个社区 你在贡献当中 你慢慢就会收获很多 那么第四个我想想一下 就是也是今天的主要的主题 就是开源社 从我们一开始创办之初 其实就是受到了很多Apache的一些启发 那我们当时写下的开源社的愿景 这是我们在九年前写下的 那直到今天我们再读起来 其实每一个字我们读起来 其实都不会改变 而且我们也实现了我们当年的愿景 就是那我们在中国呢 是要按照共识 贡献 贡治的这样的一个原则 然后在这个国际社区和中国社区 创造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桥梁 然后推动开源在中国的这个普及 那今天看到了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而且其中的话就是说在我们当时建立这个开源社之初 然后其实受到了很多Apache的一些前辈的指引 后面我其实我会通过后面我们实际的一些照片 和大家去分享当年的那一段历史 其实这一页是刚刚本超讲的 就是我也特别地觉得异曲同工 就是我们在用不同的这个语言 其实在讲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参与到开源社区中来 就是我们的Purpose我们的Y是什么 其实Purpose有很多种 那有一种呢就是非常显性的 就是说你在开源社区里边 你立马就能够解决你工作上的问题 而且呢就是说你在里边 你能很快地去学习 因为里边的大牛特别地多 而且呢就是说 其实很多的开源的专家 他其实是比较孤独的 他孤独的话就是我做的这个事情 我周围的朋友我的同学未必能理解 但是我在这个开源社区里边 我再讲一个东西 你很容易就得到了公民 就他们很希望有这样的一个碰撞 那么第四点呢就是会看到 就是说你在你的work 你写的每一行代码 除了公司以外的地方 你的代码会被存很多年 其实现在GitHub应该是有一个项目 是把所有的代码存到北极 所以不是说一百年 你在这个社交媒体上 留下的每一个字每一行代码 都会留存到这个人类毁灭的那一天 所以我觉得就是 就是你的工作 尤其是Working Publicly的工作 会持续很长时间 直到被你的孩子看到 好 然后那第五点呢就是 我们的一个高级的一个动力 就是我们要创造一些新的东西 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参与开源社区里边 你能感受到 就是当你在创造一个新的东西 当你做出来的 你写的一行代码 当你做出来的一个功能 被认为别人是有用的 那你那一刻的感觉 然后你是觉得非常有价值的 那最后呢就是我在想 就是说参与到开源社区里边 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说我们能够找到 志同道合的一群人 就是其实像说 有一句话就讲 说相似的灵魂 然后有趣的灵魂总会相遇 所以就为什么 叫这样的一个conference 特别的重要 就因为大家其实共识 都是非常的相同的 所以我们就很容易聚在一起 然后也非常容易 有共同的话题 好 其实这本书 其实也是我刚刚讲到的 就是曾经是 我帮助community manager Jonathan Bacon写的一本书 这本书是我自己读了 可能不下四五遍 就是仔细精读的一本书 它其实它讲到说 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 就社交之本 然后是整个开源社区里边 非常重要的货币 那这个社交之本呢 其实就是reputation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说 你做的每一个贡献 你帮助的每一个人 你写的每一个代码 每一个文章 每一个演讲 都会在你人生当中留下积累 这个积累其实就是 你自己的银行 那这也就是说 你和整个社区去产生交互 然后你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本 那所以就是 就是开源社区里边 你说大家对什么最看重 特别看重的其实就是reputation 就是我们的社交资本 那再把这个purpose 我们在想 就是不仅说一个社区创立的时候 有purpose 那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也会想做这件事情的purpose 那我就想起来 就当时我们在做这个 这个China Open Source Conference 就是中国开源年会的时候 就我们的那个口号 我觉得是非常经典的 我就给大家就是分享一下 当时在2018年的时候 当我们用了原力觉醒 就是我们说 May the source be with you 对 你看这个 对吧 这个跟open source 然后May the source be with you 这是异曲同工 那2019年的时候 当时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中国和国际开源社区 接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那所以说 就是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bridge 所以我们叫无问东西 那英文翻译出来 就是Let's cross boundary together 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当时就遇到了疫情了 当时就武汉2020 那开源社当时也是最早响应 武汉2020 就是当时所有的开源社区 就是的一些同事朋友们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大环境下 然后积极地就说 提供防疫情的相关的信息 以及开展了一场全球的 就是防疫的武汉2020的黑客马拉松 对 所以我们当时就提出来说 Open source for good 其实Open source for good 和Apache基金会的这个理念 其实是非常接近的 当我们在沟通Open source for good 的那个conference的主题的时候 当时我和OSI的一位board去交流 他说我非常喜欢 他说你们这个conference的定义 就是Open source for good 然后在2021年的时候 对 就是大家持续地在疫情的这个影响之下呢 然后那我们 当时我们就提出来说要开心开源 就是因为就是人生苦短 那我们要做一些 让我们自己觉得有成就感 很开心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提出来Happy Hacking 然后那2022年的时候 就是我们又提出来 我们要打开这个世界 一种新的方式要打开这个世界 所以就说我们要站在十字路口 然后打开新世界 那么今年 对 我们又提出来 这个川流不息 山海相应 这个川其实就是四川 就是说我们今年的这个Costcom会在成都 那什么叫做山海相应呢 就是一个conference 它是一个峰会 是summit 那海呢 就是说每一个人 其实就是大海里边一朵浪花 对 我们所有人像那个百川会到大海一样 我们汇聚在一起 然后有更多的一个碰撞 所以我们就有了今年的山海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口号 那其实你通过这些口号 你会发现 就是你去分析 就是说一个 我们去做一个China Open Source Conference 就是我们去让大家贡献到里边 它一个很核心的东西就是说 我在这儿我感觉到有归属感 那这里边就是我们其实一直在想说 每一个人他在社区里边 他会感觉到家庭的感觉 我举个例子 就是你可能会遇到你的 开源社区比遇到人 他可能在十年当中 他可能换了三家公司 但是在开源社区里边 就是你们从来好像都没有 不曾离开过一样 就是我跟那个Craig 然后和Justin 然后其实我们也都在聊 就是我们可能 他们说他们可能会换很多job 但是在他们 仍然在同事做同样的一件事业 这个事业呢 其实就是开源的事业 好 那讲到这个 我们讲完道之后呢 我们就讲法 那Principle 其实今天这个 就是前面其实已经有Justin 讲过Principle了 那我们讲说 在开源社区里边 它其实是最大的一个阳谋 就是说因为整个环节 全部都是开放的 它的产品和代码 它是开放的 就是甚至包括它的产品的规划 和策划图 它全部都开放给社区 然后它的整个社区呢 然后也是 就是加入的流程是非常清晰的 而且并且非常鼓励 每一个人去加入 而且当你就是有任何问题的时候 你去提出问题的时候 里边有很多人 他们不仅就是说 主动过来帮助你 而且你不明白 一定要让你明白为止 其实刚刚本操的这个例子 其实也是在讲 就是新手怎么样去加入社区 以及他怎么去帮助别人呢 然后第三点呢 就是讲的 就是沟通 就是在社区里边的沟通特别重要 然后我们平时都是一步的沟通 我们可能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然后就是用这个英文 或者说用各种语言 在协同工作 所以就是说一年一度的 这个线下的聚会 其实是大家非常期待 也是非常有作用的 就是你可能 在线上沟通的时候 就是说你限于这个文字 你表达的东西特别有限 但是你真正人和人沟通的时候 你又会发现有很多火花 就会碰撞出来 那么 第四个呢 就是讲开放的决策 就是所有在社区里边的决策 绝对不会offline 绝对不会说一个秘密进行的 它一定是说在一个公开的一个 哪怕是邮件列表 哪怕是这个原作讨论 对吧 哪怕是大家一起 就是现在的线上会议 它都是通过充分的讨论 充分的沟通 然后做出相应的决策 所以说开源社区 它是最大的一个洋谋 那接下来其实就是一个很核心的 也是就是communal这个大会 我觉得apache位真的是精髓中的精髓 我觉得就是国际社区 还有就是说像这个 就是国际开源社区 他们比较就是优秀的地方 就是他们善于提炼 就是事情的本质 这个事情的本质 其实就是一个开源项目 或者一个开源社区的DNA 那我今天我特别高兴看到Justin 就是一条一条去讲apache位 那我今天我不会再展开讲每一个 但是我会针对某一条apache位 我会去讲这个apache位 在我们中国的开源社区 我们是怎么去实践的 那我可能就挑这个independence 那apache是一个在这个全球被公认的 是一个厂商中立 就是厂商在里边可能只是赞助商 它里边真正有影响力的 就是一个一个的member 一个一个的contributor 一个一个的committer 他们其实是最有发言权的 那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 independence这条规则的解读 就是当时我们在创建开源社的时候 我们可能一开始 是以公司的拍代表的这种方式 然后进来 但是我发现这个东西不持久 可能某一个人换了公司之后 他就不再参与了 但后来我们在想 后来其实我跟当时的apache的 这个president的Ross Gardiner交流 他说其实apache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阶段 后来他们发现就是成员 个人的身份其实是最稳定的 所以当时我们就从以公司拍代表的这种方式 然后转换为就是个人的身份 参与到这个开源社区当中 那由个人去影响他身后所在的公司 其实发现这个才是最长远最持久的 因为它和我们观察到的就是career 然后就说开源是一个人一身的这样的一个career 这样的一个现象是吻合的 然后我们也会看到就是说共识决策 就是在开源社区里边没有老大 就是大家如果在企业里边 你们知道我们比如说我们经常说 我们有一个proposal等着老大拍板 那在开源社区没有这样的老大 那谁是老大呢 那就是充分的沟通 然后充分的这个就是决策 而且并不以投票为主 投票只是最后的形式 那重要的是说我在阐述这样的一个观点时 我看到的各个方面 让大家一起来讨论 就经常我们会有一种 就经常我们会在开源社区里边 讨论某一个话题的时候僵持不休 然后就会产生争论 然后最后聊了比如说很久之后 最后大家终于达成了故事 然后其实就是有一种 就是说大家叫这个和同而不和 叫和而不同 就是叫 大家都是在这个社区里边 就是我们的 就是虽然有不同的声音 就是我们欢迎有不同的声音 但是就是经过充分的讨论之后 最后我们达成了共识 是因为我们的底层 我们是相互尊重 相互trust 就是相互建立这样的信任 然后所以才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 这个是我这一次 就是特地花时间找出来 当年2015年的时候 然后当时的Apache的总裁 就是President 就是Ross Gardiner 那Ross Gardiner的话 我也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一些小故事吧 就当时我们 我记得当时我加入微软之前 其实我一直在开源社区里边做贡献 然后有一次呢 我被邀请到一个微软举办的开源的一个圆桌讨论 当然其实内心是比较抗拒 那时候还比较早 2014年 就是我去微软聊圆桌能聊出什么 但是就抱着去试一试的态度 但是在那样的一个圆桌会上呢 然后就认识了当时的Apache的Ball Director 当时在那样的一个圆桌上 其实也有很多开源社区的一些Leader 他们闭口不谈任何微软的技术 微软的产品 他们其实就讲了一个主题 就是Apache Way 那听完这样的一个主题之后 就觉得哇 我说有这样的一群人 他们去做开源 他可能是世界上最懂开源的一群人 所以最后的话也是影响我 就是加入微软 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决策 就是说你的同事 就是Ross Gardiner 你的同事 就是Eclipse基金会的这个发起人 你的同事比如说就是Jane Lugo 当时的这个Apache的Ball 然后你的同事比如说就是这个Stormie Peter 那你和世界上最懂开源的一群人 然后在座开源 我觉得这是一个让人非常心灵神往的 这样的一个机会 然后当时那个2015年的时候 Ross就来到中国 其实他就开了一个 就在这样的一个舞台 其实Ross就讲了一个 就是社区大鱼代码 就把社区大鱼代码的Apache Way 讲得特别的透彻 然后我记得当时在右边 然后大家会看到就是一个关于植物生长的一个理论 其实当时有一件事情呢 就是阿里的这个Storm 然后阿里用Java重新把它写了 写成Jestorm 那Storm和Jestorm 它其实在这个社区里边 相当于就是一个开源项目 它就是有分支的这种情况出现了 那这样的情况呢 就这两个项目 就要不然就是两个就越走越远 那要不然就是最后的一种情况呢 就是通过某一些这个影响 然后他们最后合并 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他们有一些共同的一些model 有一些共同的这些UI 他们可以去share 然后他们就是彼此之间相辅相成 然后共同成长 那么后来这个Storm和Jestorm 然后其实当时Ross在中国的时候 做了相应的一些这种沟通 然后都目前都在这个Apache基金会下面 对所以其实这也是说 在这个基金会里边 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这些项目 就像植物生长一样 其实是非常有机的在发展 然后这是Apache Roadshow 2015 就是找到这张图头的时候 还是特别特别地感慨 因为Apache Roadshow 2015 其实是中国开源年会的第零届 那么今天我们已经走到了 中国开源年会的第八届 然后当时的Apache Roadshow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有一个大会 我们也是一个两天的一个大会 然后我们有四个分论坛 就是你会看到下面就是我们会有这种 就是高峰论坛的交流 然后也会有这个 像我们的这个Leader 然后有一个Panel 那当时在上面的名字 我现在都还记得 应该是就是Erin Farr David Nelly David Nelly是现在Apache的President 然后还有Nicolas Hidderman 然后里边还有一位女性呢 然后是当时的微软的这个 就是一位高管 现在应该是中国华人女性 在微软做到最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就是大家可能用的VS Code 然后用的TypeScript 然后用的整个微软的开发者的生态 然后全部都是在她的麾下 所以就是这也是就是Julia Lusen 就关于女性怎么参与开源 和女性怎么参与IT 又是另外一个很大的话题 如果大家感兴趣 我也很乐意和大家去交流 那找到当年的这样的一些照片的时候 就是其实我们有 我今天其实有很多人 他们都是在当时的这样照片里边 然后而且我也会看到 就是当时真的是 就是有很多就是学生 他就是参加了Apachi Roadshow 到今天 就是我们看着他一步一步成长为 就是说中国非常有影响力的leader 而且当时我们在这样的Apachi Roadshow的时候 2015年 当时在中国发起的 Apachi Incubation的项目 应该就是Kalin 当时就是一个 我刚刚还问了Tyson 我说现在Apachi孵化的 中国的项目有多少个 然后他说有25个 所以在过去的9年当中 就是在中国和整个 就是国际社区和Apachi 一个孵化器里边的贡献 我觉得真的是有目共睹 我还问过这个江林一个树 就是说 2015年可能就是Apachi的这个member 可能不到10个人 然后今天可能已经是60个了 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了不起 就是我觉得真的是 要为我们Apachi Local Community Apachi Asia的这个组织者 真的是要给他们 就是一些掌声和鼓励 对 谢谢 这个 好 然后接下来我就讲了 这个讲了道和法 然后我们再讲树 其实树就是相应的一些process 那这块我可能就稍微的快一点 那刚刚其实 就是也有好多位 这个前面的Kinnoter也讲到了 就是社区成员成长的 这个路径和规划 那就是首先呢 就是你是我们要有设立新手村 然后那就是新手村的话 就说这就是一个公开 就是非常简单 而且鼓励大家去做贡献的地方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就是志愿者 他到了新手刊了之后 他说我很想上手 那可能他就从一些小小的bug 一些小小的文档开始 当他有了成就感之后呢 然后他说那我可能 会想要加入到某一个工作组当中 那其实就是开源社区 他虽然麻雀虽小 就是武脏俱全 就是他的这个工作组 都是有职能的 那你可以找到 其实我经常会比喻 就是说一个社区里边 他的工作组 就很像乐高的每一个专块 他都是每一个专块 都是被定义好的 那每一个人呢 你就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 根据你的才华 你选择相应的工作组 然后在里边去做相应的贡献 然后把自己的才华 得到极大的一个发挥 那么你在这边 贡献久了之后呢 然后你慢慢地 你就沉淀出了 就是我很想 我有一种归属感 我想属于这个社区 我想成为里边的 这个核心成员 以及我想要 就是帮助到更多的人 那么最终呢 就说 其实你慢慢地 就会到这个 就是决策层 其实说实话 决策层也是开放 给每一个人去参加的 就是每一个人 不论你的出身 不论你所在的公司 不论你的学历 只要是说你有才华 用你的贡献说话 你在这个社区里边 你就能得到 大家充分地认可 然后以及给予你 相应的回报 然后那其实 讲完之后就说 我们经常讲 开源社区做事情 其实也是有process 有迹可循的 然后那我们也会说 当有一个大的目标的时候 那把目标 要一步一步地去做拆解 拆解完了之后呢 然后要用数据去做分析 然后那我们会通过 这个月会 例会 或者说日会 然后去做相应的 这个会议驱动 那而且呢 其实非常重要的 有一点就是 我们要去做复盘 那我记得就是 复盘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我记得当年的 2016年的这个Costcom 在Apache多修之后 我说我们 当时其实是想说 我们是成立Apache的 China社区呢 还是成立一个 中国开源社区的 这样一个联盟 那2016年的时候 我们就选择了后走 说我们要成立一个 中国的开源社区 就是开源社 但是我们的2016年的 这个中国开源年会呢 其实不是特别的成功 然后来的人 也不是特别多 所以我们在大会的 最后一个下午呢 我们做了一个复盘会 一个闭门讨论会 但是那个闭门讨论会呢 就反而非常的热烈 就很多人都在里边 参与讨论贡献 说怎么样才可以做得更好 然后反而是 这一次的失败 让我们在未来 这个Costcom 就是我吸取了 过去的失败 然后成长得更好 所以我觉得 其实在开源社区里边 所有的失误错误 其实都是你的反馈 而且从失败当中 站起来 其实才会变成 你更好的 这样的一个资本 好 那讲到最后呢 我们就讲 开源社区里边的 道法术器 器就是这个product 那开源社区的项目 其实非常相似 但是它们又不同 那怎么去定义这种不同呢 那Mozilla他们其实 做了两份这样的一个报告 就是去定义说 目前市面上所有的开源项目 它们的大概的类型呢 应该是分成这样的九种 那虽然它们都是开源项目 但是有着不同的运行的这个模式 那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份报告的时候 就是可以非常系统化地 是去分析说 你所参与的这个项目 你公司所投资的这样的一个开源项目 然后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类型 然后它有着什么样的一个逻辑 然后它的目标 然后以及它这个成功的一些方式 然后以及计算它的这个收益 是怎么去算的 我觉得这份报告 其实是值得大家去好好去读的 那我这儿可以举一些例子 那其实我们会看到有 大概有九种 那么B2B的开源的话 就比如说像这个Android 像Chromium 然后它是这样的一个B2B的一个开源 所以它成功的指标呢 就是说让更多的partner能够去采用 然后基于这样的一些核心平台 然后在这个平台之上 然后去衍生出来一些成功的项目 它的上手的难度其实也是非常高的 然后还有比如说像这个完全开放性的 比如说像Apache的HTTPD 那其实Apache的HTTPD 从最早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其实现在后来就衍生出来 就是Apache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 License 然后以及鼓励大家去贡献 所以它所在乎的是说 贡献者的数量以及有效性 而且它上手是非常容易的 那么其实这边例子会比较多 那我就举一个 和Apache为完全相反的例子 就是我们今天其实还在讲 就是其实开源也是分很多generation的 最早的generation 就是以 比如说Apache就是一个非常 就是generation非常经典的 就是第一代的开源 那么有了GitHub之后呢 其实我们有第二代的开源 就是每个人把自己的项目放到公开的这个平台上 变得越来越容易了 那你说我今天我写了一个项目 我所有的code我选一个license 我就可以发布在GitHub上了 那你发布了这样的一个开源项目 它是不是开源项目 它是 但是它也不是 就是说你仅仅只有代码 但是你并没有文档 你并没有基于这样一个代码的一个讨论 你并没有基于这样一个代码的一个 就是社区的维护 然后也没有就是整个这个迭代 然后以及眼镜的一个roadmap 所以这样的一个项目放出来呢 我们叫做就是洗澡水型 就是你就洗了个澡 对吧 过了水 然后并没有什么社区 其实它就是Apache所提倡的 Community Overcode的一个反面的一个典型 好 那这里我们再讲到Product 那其实我们再回头去看 就是Apache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 然后它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logo的时候 其实是有320个顶级的项目 然后有49000的贡献者 那他们的核心成员呢 然后是800人 而且就是我昨天 我前天我应该是和Jasin他们聊到 我说那个核心成员是需要renew的 就是说如果不renew 是不是就注销你的成员的这个名称呢 他说没有 就是一旦你成为Apache的成员 你终身都是Apache的成员 对 所以你会看到 就是那么少的成员 仅仅用百万美金级别的这个赞助费 就可以做出这种影响世界的 比如说价值220亿美金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然后这么多优秀的一个项目 和影响着全世界 已经影响这个全世界24年 而且还将持续地引领这个世界 尤其在这个Asia 在中国 我们今天看到这么丰富的这个Apache的孵化的项目 看到我们的这个Apache Asia Community Overcoat Conference 在这个北京召开 就是真的是非常的激动 好 那我们再回到就是讲 就是对社区的理解 社区的力量 其实社区的力量你就想说 开源社区就是一个原始森林 对吧 然后那我们就想说每一棵树木 可以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去生长 那么我们有我们的这个Purpose 作为我们的根基 我们有我们的Process和Principle 定义了我们的这个枝干 定义了我们的这个方向走向 然后在上面 我们才可以接触各种各样的果实 那么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在参与整个开源项目当中 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说 我们在做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而且这些有意义的事情 让我们觉得 就是我们在开心开源 每一天我们都是在Happy Hacking 好 那开源社我们基于和这个Apachi的 这样的一个携手走来 就是Apachi是一个老大哥 那在九年前我们是一个 新生的一个小婴儿 那我们借鉴了非常多 Apachi的一些理论 就包括我记得当时开源社 我们在发布的时候 那个PR的我们叫做那个博客文章 其实是Apachi的一位董事总监 然后帮我们逐字逐句的 然后去做相应的一些review 然后包括我们有一些 基本上我们的Costcom 就是中国开源年会 有很多届 那个时候就是在没有被 就是Travel还是比较容易的时候 我们经常都会有Apachi的 这个President Apachi的这样的一些board 然后到现场来做相应的交流和支持 所以我们也是在Apachi的这个 就是引领之下 然后就是在中国成立了 我们自己的这个开源社 所以我们就是 其实我们的Purpose 我们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归属感 就是说我们要Build一个开源人的家 就是所有的开源人 就是其实你一旦进入这个圈子 就是你真的是很难离开 对 因为它就是一个大家庭 然后我们会定义我们每一年我们的目标 因为开源社我们想在中国 我们要做像Apachi一样的 就是一个中立工艺的 中国社区草根的社区的这样一个品牌 那我们也会有我们自己的产品和项目 那我们的产品和项目呢 然后也是就是逐步的迭代 然后逐步的快跑 然后那而且我们也会定义说 我们要在社交媒体上 在中国和国际社区上要有更多的发声 像我们今年做的这个就是开源出海 像我们在中国做的这个开源社 City Community 现在已经在中国的七个城市 然后已经做了第二轮的这个 这个全国这个开源寻讲吧 就是我们说这个叫 读万里书行万里的开源路 然后最后呢 就是说其实我们所有人 就是通过这个就开源精神 然后我们凝聚在一起 那这就是Apachi带给开源社 这样的一个启示 然后这是我的最后一张slide 其实我看到这张slide 还是很感触的 就是我们从Costcom的第零届 也就是2015年的Apachi的入秀 我们走到了今天 我们走到了第八届的中国开源年会 然后我觉得这里边是离不开 整个Apachi社区的就是这个支持 然后而且也是离不开 像我们今天这个大会的主办方 像我们Apachi Local Community 他们的贡献 然后像我们这个就是Apachi 在中国过去的 就是小十年里边 就是我们真的是看到 他们的一个发展 我们从仅仅只有一个浮化项目 到今天有25个浮化项目 然后从仅仅只有 这个十人以内的这个成员 到今天我们有60人的这样的一个成员 那我们和这个Apachi 开源社和Apachi 已经携手走够了过去的十年 那么我们也会在未来的十年 然后大家一起再携手相走 因为其实参与开源 就是最好的一个时间 就是说最好的时间 就是你在十年前参与开源 那么第二个呢 其次就是现在 好 我今天演讲到这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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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